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任司長的承諾 有人歡喜 有人受 尤其民間醫護機構特別投行 有資深社區護士說 政府大量吸納護理人員自己都有點心慾 但有承認民間機構可以幫公營醫療系統減壓 同樣重要 醫院負責緊急個案 但是到後期的階段 譬如長者進入復康的階段 很多時候出院後 他們都會去到一些民間的機構 譬如我們移證中心 都會提供一些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一些護理性的服務 護理性的服務其實是挺多的 可能是分擔了醫院的前線壓力 社福團體就很擔心了 那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又怎樣看呢? 我們下一集再看